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是民众自己吃亏啊 可是房价会跟着受损吗 如果说这个游泳池根本没人在用 那就废掉啦 把它改成其他东西 你看 这很花钱欸 你以为水池放的不用钱 很花钱的 游泳池照顾是很花钱的 如果住户有用 花的钱都是值得的 如果住户没有用 那我就建议你们 游泳池废掉 可是把它改成住户愿意用的东西 比如说隔层三个隔间做成KTV 也是划算 花一点钱改装一下 健身房看住户要不要健身 就是总之弄成住户愿意使用的公共设施 绝对比放着养蚊子还要划算的翻译 因为你已经买了 就是冤大头已经走了第一步了 你不要走第二步了 然后什么房价会跟着受损 会吗 不会喔 因为你一直缴没有意义的管理费 房价才是受损的 懂吗 乱缴高额的管理费 房价才是受损 所以该费就费没有关系 多数诀 少数没办法 多数诀 多数人觉得做这个东西 我们会使用 那就来用 因为我还有听过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游泳池废掉之后 隔成一格一格 甚至它不用隔 买一堆柜子放进去 一个住户一格 当储藏室 很好啊 每个住户都多了一个储藏室 总比你花很多钱用着游泳池 然后没有人使用 好吧 对啊 游泳池很贵的 当然你说有些豪宅 不是豪宅 有些累豪宅 游泳池是哪里开party用的 是来show off的 然后是来给宾客看 说我们家有游泳池 可是没有人游泳 这样 如果你要当这种化妆品的话 那当然是逆爽就好 那就跟房价有关 逆爽就好 好 可是事实上没有游泳池 很实际啊 你把它弄成沙科 小朋友玩沙 都比你有游泳池 不用来得好 懂吗 所以房子买了 已经当成第一次冤大头 就不要当第二次冤大头 社区大家住户会讨论一下说 这么大要怎么用 最简单就是当储藏室 很好 放两张床 像这个游泳池有没有 你放个两张床 开放给住户说 使用一次三千块 给你 给你朋友来住的时候 睡一下 也是可以啊 因为游泳池 一定有浴室嘛 这样想也是可以的 也都是一个Vila IKEA买一买 床买一买 床单买一买 搞定 所以 没有什么房价受损的说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